兄弟们,你见过最离谱的巅峰赛对局是什么? 就在昨晚,一末打的一把巅峰赛对面,竟然一个人头都没有拿到。 要知道,这可是两千分的对局,两边的实力差距会这么大。 就在这一局一末的公孙李打出来将近五十的输出。 莫非巅峰赛里面真的有人机选手,那么这一局到底是一末的实力太强,还是匹配机制在暗中操作?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,巅峰赛里的人机。 BP阶段对面的阵容不禁让人怀疑,一般养猪流都会在五排中出现,因为有利于交流。 巅峰赛出现养猪流打法沟通起来,必然很困难,你不确定你的队友是不是都能开麦。 可这一局对面,天天玩起来养猪流打法。 游戏开始,对面设复合体抢线,庄舟的打法非常激进。 很快对面就清完第一波兵剑,接着对面的做法不是抢困在墙里的野怪,还要一直消耗一路。 要知道,这个时候打得这么凶,只能换血,根本不可能爆发人头,等到一路这边中单支援过来。 对面才开始往回撤,高分段的选手,应该能意识到小乔的支援。 再不计,对面中单江子牙,也会给信号吧。 小乔支援下来,斩获双杀,就问问,这难道就是养猪流的打法吗? 很快对面中复配合,抓到了小乔。 千军一发之际,刘邦给小乔打招。 接着一路这边反打留下对面中野,单看这一波操作,没有什么问题。 就算亡者在巅峰赛里面安排人机,也不至于太过明显,连抓人都不会吧。 接着,我们回到发育路,一路一技能上前消耗后翼,但是后翼觉悟还挺高,往后撤步给一路机会。 一路的输出,全打在庄主身上,看到一路挥散,后翼在往前倾斜。 接着一路二技能打残了后翼,然后大招追上后翼,后翼看到一路的大招,竟然还在安心地清理兵线,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。 四分钟,一路这边拿爆军,对面辅助庄周,竟然孤身一人出现在众人面前,带领大家引出来后翼,后翼急忙交闪,才没有被留下。 接着,一路这边反掉对面蓝buff,一路吃了后翼的打招,但是没有人能跟上,因为对面的阵容是养猪流打法,输出全靠后翼输出,而后翼前妻就被打爆,对面紧追不放。 一路自信回头,借着刘邦给打招,一波又留下对面忠言。 庄周下路一人呆现,一路问到了人头的气味,追着庄周不放,收下庄周之后,对面打野又上来送人头。 九分钟,老夫子大闪捆到了小桥,一路大招过去收下老夫子,老夫子的大闪,是不是打破了对面是人机的可能? 欢迎评论区留言。 接着,一路盯上对面江子牙,打招CD好了之后,翼散来到江子牙前面,收下江子牙。 你来带我上这边,你帮我抢钩。 时间来到十分半,一路上前先收下对面打野,借着月塔收下后裔拿下双杀。 这一局对面的养住流打法,丝毫没有展现出来。 前期的后裔有几波被杀的场面,后面就像隐形一样,最后一路再收下江子牙,战绩9-0。 大家看完觉得,对面是真的财,还是真有人机选手。 就连美国王者五星上蒋迈克阿瑟看了这一局,都觉得对面这样的打法我上我也行。 谢谢。